当我和家人们交谈时 大家都有同样的心愿 他们都祈求能够多复述爱心 多结福音的封锁果子 并且变化成美丽的模样 进入天国 由于上帝是爱 上帝的儿女也是爱 因此他们不只是追求个人的利益 而是寻求每个人都能幸福快乐 正如儿女像父母 上帝的儿女也要重生为 像上帝一样的爱的模样 上帝给予我们的爱 是至高无上的爱 为了拯救在天国犯罪 而走向死亡的儿女们 牺牲自己的生命 以那宝血拯救了我们 因为我们领悟了那份爱 所以相信上帝 并跟随上帝进入天国 既然已经领受了上帝最大的爱 我们还要求什么呢 我怎样爱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这意味着上帝已经赐予我们永恒的爱 所以不要只想得到爱 而要彼此付出爱 当我们彼此付出爱 互相体调时 就会感到幸福 不会受到试探 每说一句话 都要考虑对方因这句话 会难过 高兴 还是会受伤 这就是爱 在相信上帝之前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 但现在我们要按照上帝的话语 总要先为别人考虑才行 彼此相爱 就是重生 若想重生 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 就是美丽良善的心 为罪人祈祷 并为拯救罪人而牺牲自己的心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而先为他人着想 我们在言语行为等一切方面 都要向上帝的儿女 要成为世界的光和盐 自私的心很难改变成爱心 我们因为做到了难做的事 所以得到很多祝福 使徒保罗说 我是天天冒死 这里的死 指的不是肉体 而是杀死傲慢 和对世界的贪欲 因为罪恶的本性必须死去 这样基督才能在我们里面活着 透过我们传播爱 我们要去分享 赐给我们永恒生命的 愉悦节之爱 为了付出那样的爱 我们必须拥有美丽的心 做出美丽的行动 使用美丽的语言 对困难的灵舍行善 让我们去实践吧 爱和付出就会成为一种习惯 当我们祈祷并付诸实践时 上帝会看到我们的努力 将我们变成上帝美丽的子女 福音是为了得到天国荣耀的 美好的苦难 那些因行善而受苦之人的名字 会闪耀发光 寻找天上失散的人 将福音传向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各位就是恢复天国的 属灵独立运动家 拯救濒临死亡之人的脚步 是多么美丽呢 使走向地狱的灵魂 转向天国 做这样事的人 上帝是多么的喜爱 所以要立我们做 有君尊的祭司 在新的创造 持续不断的天国 即使永远住在那里 也不会感到厌倦 我们一定要前往 和上帝一同作习 宴席持续进行的 宇宙银河系 只要相信上帝的话语 并付诸实践 就能获得美丽的重生 希望各位找到所有 失散的天国家族 并改变他们 成为一起进入天国的 喜安的子女 喜安的子女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